原則,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不管有沒有捷運路線經過 如果經過這個調整的話 他所得到的獎勵 應該是大家基本上都要一樣 我是覺得這樣比較好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有捷運興建 政府投資一百多億以後 噴回氣的比例 恐怕又比其他沒有蓋捷運的地方 像這個他是也有一點捷運獎勵 像這個老舊沒有的 所以我是 我不會反對說是你可以有這種獎勵 但是老百姓分回去的應該基本上是一樣 這樣我覺得才公平正義 我們政府拿了好多錢在這個地方投資 結果他們還分回去了更多 這一點我是不知道我們都發覺 對他們的這幾種現在到底是怎麼樣 又有這一個又有老舊 然後現在捷運局又提一個東西 我是覺得這個有點違反 但是給我們的那個地主什麼東西 大家反正是經過這個過程 有不同的途徑 可是分回氣的那個應該是同樣 那第二個我現在要這個 那這個多出來的呢 我是覺得政府拿來以後 應該是蓋更多的結 這個我贊成 比如說你包括政府拿回去的 跟老百姓這個分回去的 有超過比前面兩個案子要多 這個我是也贊成 因為本來TOD就是這樣 政府有投資蓋了更多 可是這一部分政府應該分回去 要更多 老百姓應該大家都有 這個是我的基本理念 不過這一點我是覺得是 可能前一集跟都發集應該要研究研究 另外我再請教一下 在這一條路線的北邊南邊 那個駐山駐幾是不是都一樣 都一樣嗎 是一樣都是駐山啊 都一樣都是駐山啊 因為我記得在西藏路那邊 好像有對面跟這一邊 好像是商業區什麼 那起跳架就不一樣 一開始我就被跨到商業區了 結果我分回去了 我的容積本來就比人家要高 那個我覺得某種程度 也不是公平的 那這個沒有這個問題就OK 那現在齁 再來就是那個 回到剛剛那個有七層樓的那一個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那個七層樓的那一塊 我們現在是為了他們好 就是說將來如果他不參與的話 他要走那個都根啊什麼之類的 都不合條件 那這一點我是覺得我們這裡的這個居民 是不是對這個沒有什麼樣的認知還是怎麼樣 所以上一次那個羅委員是說 這個還要繼續去溝通 那我們大家都把這個條件都講清楚了 基於對財產權的尊重 至於這個地方景觀好不好看 那我想台北市能夠辦到整體一致的景觀 那是最好 那不行的話齁 我們其實不應該再等 因為我很擔心你那個129億齁 125億齁 那個等到明年啊是什麼 我以前的經驗是講 每隔一兩年什麼地價物價 將來漲到一公里要七十億 說不定喔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齁 你如果不是在他的上面有那個通風口什麼 那些必備的設備 一定要坐落這一棟樓的話 那我是覺得車站都可以換位置了 這些地方都可以調整 我們不必這個太...話都講完了 那不要不要就算了 我看他只有二十多少年嘛 從節能減碳的觀點 還有這一棟跟這一棟跟這邊 好像感覺上應該是比較同一個時期 在八十年代 這些都是五十幾年蓋的嘛 差不多啦 所以如果說活生生一定要拆掉 他們也不願意 那他們自己自負責任嘛 就這樣 講清楚啦 這個都在為會討論 那可以就剔除掉 所以就是說為了什麼整體好看 那個是求之不得啦 那不行的話就退而求其次 那另外還有一個 現在是不是被化作聯合開發用地的 才能享受剛剛這一張圖那個高度的嘛 對不對 沿線是沒有 那我不知道這個地方 是不是 我覺得還是要有一點區別啦 如果說跟我聯合開發 結果他的用地是最靠近真正車站的地方 比如說鄉機也有二十公公